杨先生你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衬 我们现在烫 烫就不行 它就高温就无法粘贴 我不知道你上次 你跟我讲的是什么西装 它们是烫上去的 还是怎么处理的 这时候我这皮不行 你看看 这皮 这皮对 我这个是黑色的 黑色的棉样皮 其实根本就粘不上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白面也不 要么那个 你给你们那个 技术啊 技术在探查这个问题 到底这个秤 你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是怎么弄上去的 好吧 你看没法粘 没法粘 粘不上去的 对 没法粘上去 就说刚才那个传统的 传统的这个呢 传统的粘粹呢 对 上面呢 这就说有一层亮亮的 甚至亮亮的 就是给一个胶水 胶水嘛 受到高温 它就融化了 融化 它就给东西粘在一起了 对吧 这种传统的 这是我们传统的粘成 当然就说 你这粘成 嗯 这不行 没法解决的问题 至少我这个皮子 就烫不上去 杨茧蓉 杨茧蓉 你看一下 杨茧蓉也试一下 这个杨茧蓉 杨茧蓉呢 是这样子 也就是这边呢 这边是毛 这边呢 是皮 本来我是想 附在杨茧蓉的这一面 把它烫上去 没关键呢 哎 这个有一点 哦 这杨茧蓉是有一点的 嗯 再烫一下 你再高一点点 嗯 它如果杨茧蓉 绒可以烫这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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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这这也就 如果不可能 你说如果我们再做 不可能 再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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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牢 嗯 不是特别牢 很松的 很松 换一个面 换一个 这个也对 我们换一个面 烫一下 嗯 这温度有多少度 这烫度 这个 嗯 现在 现在有100度 了 100 有没有180 这个我还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 那个温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硬度 它的那个 它那个 那个 嗯 电头用的话 它的用 用地雷 嗯 那那是 它里面就是电阻丝 的吗 我们看一下这一面 粘的 双面的 嗯 松的 挺松的 比我们 啊 挺松 比这传统的 要 还要松 就是这个粘腹性 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传统的粘成 粘先粘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 就撕裂的时候 撕下来的时候 看一下 OK 哇 这个要粘 附着性很好 你看粘性很强很强 对 看一下给给你们那本的技术 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来解决一下 还有这个均匀度 这个问题 好吧 这是我在 我在厂里厂里 在做一个小范围的测试 好 谢谢 谢谢